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既然是兄弟就不要生分 不要远离 注意下边 民知诗德 干喉以前 这就是对生活的洞察 民就是人 诗德就是诗和 德有一个意思就是和 和睦 所以民知诗德就是干喉 就是一块小干粮 喉就是干粮的意思 干也是干了的意思 干喉 干喉就闹出错来了 不在大小 粒啊 人情 社会 注意 有的时候不在这点东西 而在这个东西背后的那个粒 哪怕一口干粮如果分不好 分不清楚的话 就会出现差错 而且很严重 宋国有将军打仗 打仗啊 他这车夫叫杨真 结果他在战前他分肉 分羹 他分不均匀 这个杨真分都不满意 结果打起仗了以后 杨真是他的车夫 驾车的 打仗的时候就说 当年分羹是你说了算 现在打仗我说了算 一打马把战车就开到敌营去了 结果这个宋国的将军就被人抓了 当然后来有人骂着是小人 但是出串了 不公正 还有就是我们中国有个成语叫燃指 写宋国的一个公子 有一天这个食指老洞 就现在有点像我们眼皮跳 他就说我该吃好东西了 食指代表有好东西吃 结果怎么样 结果是他遇上公子家 说这个事 结果他们俩一块到君主家开会 一看君主正在杀鳖家里边 楚国人送来大鳖 凹鳖汤喝 这俩人哈哈哈哈一笑 原来这个洞在这个地方 硬在这件事情上了 中国军人叫郑陵宫 就问你们俩干嘛笑 然后他们就说 我们说公子送早晨食指洞 原来是这个 是要喝汤 这个君主 你就给他一碗汤不就完了吗 开完会的时候 给所有人盛羹汤 就不给这个食指洞的人送 结果这个人没办法 拿食指在顶里边尝了一口 染指而去 染指 从这来 结果到冬天 这个人就把君主杀了 这些小事 越是人情社会 注意 越出现这种问题 一口干粮 不是一口干粮的问题 是人格问题 是这个 我能不能得到公平待遇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问题 就小事生大事 是你瞧不起我 瞧不起我的问题 这种心理我们在生活中 不是经常这样理解生活吗 这就是 三千年左右的诗告诉我们的 人呐 你别以为他有多高尚 他毕竟是个物质动物 他两条泥腿 踏在物质上 往往又物质生精神 你没分公平 他就觉得 你在人格上 瞧不起他了 所以这也是对社会的洞察 所以要公正的 要细致的 不要委屈了任何一个人 你就是周王 也不过如此 这对生活的一种真实的洞察 带有哲理性 这首三首诗写得很慷慨 这首诗宣王是一个作品 这个学术界都是有共同的结论的 我们倒是提不出新的证据来 我们记得在上一节我们谈到贵族 周贵族 比周贵族更古老的贵族 在展现他的身份 在跟他的属众相遇的时候 要表现出必要的奢华 必要的豪华 就是那种豪华 就是阔绰 但是能够施舍 要表现出这种品德 实际上就涉及到一个 我们前面也讲过 政治上 百姓如何跟着你贵族走 为什么跟着你贵族走 如果你贵族没有什么 能够向民众施舍的这种精神 为什么要跟着你走 实际上这是一个政治的基本原理 古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就是我们跟着你走 必须能够让我们分享到利益 所以这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典礼的 《燕饮》在诗经里成为大宗的一个根本原因 它不断在一场燕饮活动当中 在掩饰着一种利益 跟我走 跟着我们这周贵族走 大家都有分享 所以西州的封建剧 不就是一群贵族跟着周王一块 切割这个利益 然后贵族又带着自己的属众 到一个地方建国 又切割这个利益 一直这么层层不进地分下去 所以这个社会 注意 它是一个单线所的社会 什么是单线所的社会 就在于 我们这个社会跟古希腊罗马不一样 你像罗马人 罗马建成了 罗马建完城以后 罗布鲁斯 还有他们哥俩带着一些罗马人住在这 注意 那个地方 其他人也在这住着 于是有公民权的就是 罗布鲁斯他们这些罗马人 他们有公民权 有投票权 有这个权 那个权 别人也在这个城市生活 因为他们罗马人是主宰者 于是他们有公民权 就不给别人公民权 可是这两批人 始终在那对峙着 于是他们的阶级斗争 就慢慢就衍生 你罗马贵族 你们是贵族 你们有权利 不给我权利 好 平时没事 你打仗了 你们需要我们这些 没有公民权的人帮忙了 我们撤出去 罗马人一看缺了他们还不行 怎么办 给他们部分权利 就在这个争权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一个双线索的社会 但是在中国 你看到的是一个王者 率着他的族人打天下 一块分享天下 这种社会是单线索的 这个单线索的社会 从一开始就这样了 说殷商人 殷商人被征服了以后注意 他有一部分被吸收到上层来 有一部分跟着走 比如说把殷民六族七族 分别给了卫国 给了晋国 殷国我们知道 刘力河这个遗址 打开以后一发现 在殷国有好多殷商移民 一块过来了 干嘛 周人人手不够 帮着一块建国 但是都在这个国人的范畴里待着 他们也实际上 也成了封建制的分享者 若干年以后 都可以追溯到 我们这个殷国 是当年少公的儿子 来这建国 我们是一家人 注意这种关系 这是一个根深蒂物的观念 那怎么办 宴会典礼分享利益 就不断地强化这个线 不断地强化这个传统 所以它是一次对封建的一个 那种上下关系的一种掩饰 大家不要忘了 从伐木这一篇 我们看到的这个 你看 后来到了左传里边 就说到了君子 说到什么是君子 君子有威仪的问题 说君子要有威 而威 威之威 有威可向威之仪 有威仪 注意其臣 威而爱之 择而向之 故能有其国家 令闻常事 这是在左章里边 谈到了威仪 谈到了这个鲁国有个招公 小的时候发育完 不明白 结果他到晋国访问 他做整个的典礼 做得非常好 有人就说 谁 谁说他没有威仪呢 他有 但实际上后来有人说 这是浅层次的 真正的威仪 所以贵族来讲 你的威仪是什么 你首先要能够在价值方面 有威仪引导大家 让大家向你学习 对你有敬畏 甚至害怕 但是又要爱你 为什么爱你 这里边有话说 君子在位可为 施舍可爱 这个爱不是爱情的爱 是爱呆 就是能够从你贵族那儿 得到施舍 一个国跟着你君主走 鲁章公打这个长寿直战 曹贵问他 你凭什么打 鲁章公说 我呀 我平时我一时所安 我不敢专业 我必于赏赐 曹贵说不行 为什么 你是小贵未变 你赏赐能赏赐几个 不行 鲁章公说 提到第二个条件 说我在向鬼神 进贡的时候 我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我不敢夸张我的什么 我的共评 曹贵说 你这是小信 还不能打 注意 后来到了第三点 鲁章公说 我为民众断案子 我不敢说 我都断清楚了 但是我每一个案子 都是根据实情来断 我没有寻思舞弊 曹贵说 这是忠诚的表现 可以这样 为什么 因为诉讼 你一个案子的影响 你要是把它断正了以后 大家认为你司法公正 你要是在断案上 寻思舞弊 老百姓就相信 衙门口朝张开 那就坏了 实际上 假的还是 你一个君主 你对民众有真正的好处吗 真正的好处 到了时候 他可以给你卖命 没有这个好处 注意你有了困难 想让百姓帮忙 哪有那么便宜的道理 这世界不能装讲一边的道理 虽然我们是个单线走的社会 所以你必须要能够施舍 你才可爱 然后其他的礼仪 进退可渡 周旋 融旨 可观 坐视可乏 德行 这些都是此样的 所以贵族实际上 如果分析了 你必须要有一个疑犯 让民众觉得很好 有审美的感官的愉悦 另外你真正实际利益上 你要让民众得到实惠 这样你才是真正的贵族 所以后来到了春秋时期 为什么说贵族没落了 耍弄威严有他们 耍弄威仪有他们 真正向民众施舍 没他们了 因为施舍得花鞋本啊 结果谁来施舍 就由野心家来施舍 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的历史 就有什么田辰篡棋 怎么算的棋啊 就是当这个 骑警公抛弃自己民众的时候 整天砍民众的脚啊 导致卖鞋的失业啊 按照这个燕子的说法 结果田世家 就开始向民众施债的时候 大到出入小走路 民众屈之若无 所以最后他杀卢子牛 横为冷队千夫指 扶手干为卢子牛 骑警公给儿子当马骑 结果他那儿子被人杀的时候 骑过劳于平假装不知道 注意 按照过去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都是从陕西过来的那批人 你把他的王子给杀了 把他头杀了 那行吗 但是你 你只知道耍众威严 你不知道施舍民众 离心离德 最后悄悄地把权力窜走 这才是贵族的没落 所以这个虚 我们讲这些道理 不外就是强调这诗经里边 这个燕饮是在干什么 提醒贵族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是谁 你们是领导者 引导者 你们不争得光耍威严 没实际的东西 因为任何的政治 你说的天花烂坠 你这个制度好 那个制度好 民众获得实在的利益 生活有希望 这才是最终的 最终的标准 所以这首诗啊 注意 我们看到这个 伐木这首诗 这是从王家招待他的亲戚 他有同性亲戚 异性亲戚 皇帝家 不是讲吗 《红罗蒙》里讲 皇帝家还有三分穷亲戚 所以甲府就招待刘姥姥 这个是有的 当然这还不是穷亲戚 是同性亲戚 叫诸父 异性亲戚叫诸舅 请他们过来 这就是诗范 任何诸侯 因为周戴是个松法制的国家 有的是大臣 就是你的亲戚 所以他是根据 这种亲情 亲戚之间这种典礼 来向天下示范 大家都应该施舍 带着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利益 这是一种象征 所以诗 这就回答了 为什么它是一个大宗 这是这首诗 提示这么多 大家可以去看 另外这首诗的格调 慷慨 非常慷慨 为什么 西州宣王时期的作品 都有这个特征 悲歌慷慨 为什么 社会遭遇了困境 周立王被驱逐了 结果好段时间没有王 内部贵族之间肯定有矛盾 结果咸云 北边入侵 江南一带 就是今天汉水 淮水一带 有人在造反 对周贵族而言 生活又被夺走的威胁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发现 生活是甚美丽的一个时代 人总是这样 当一个东西要离开我们远去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审视它 喜爱它 所以这个时候显示一种慷慨的悲调 忠心 所以宣王忠心导致的诗是慷慨之诗 还有一首诗 就是《小雅唐帝》 这首诗也是一首艳影诗 这是艳影场合唱的一首诗 所以他实际上写艳影写的很少 但是他最后交代了 这是艳影的时候 对兄弟们讲的一番道理 我们也把它归到艳影诗 也就是通过艳影 强调大家是共同利的分享者 来强调族群的团结 这就是艳影 所以艳兄弟 注意这首诗按照毛绪的说法 明管蔡师道故作唐帝焰 注意如果这样的话 虽然没有明说 这句诗实际上悄悄地把它 就是定到了周公时代 周初 但是我们今天实际上 不这么像郑玄干脆就说 周公调二叔之不贤 不贤就是不忠不和 都可以 这个贤有忠的意思 使兄弟之恩 书 少公为作此诗 而搁之以亲之 注意这个少公 郑玄正监吗 没有说是哪个少公 因为周初有个少公 叫少公事 这个周末还有一个 西周末年少公谷 一个叫少康公 一个叫少木公 他没有说出是谁了 古文家往往喜欢 把诗往谷里推 就是这首诗 像这个少公 如果按照这个道理中 有可能 郑玄会说出这个 但是 诗歌史是有痕迹的 我们把诗经这三百篇 你仔细检讨 周初不会有这样的作品 它实际上应该是 宣王时期的作品 这个 在不同的文献里面 也有不同的说法 你看 这就是在左传 西宫二十四年 这个地方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对这首诗 就是少木公 死周得之不累 不累就是不善 不好了 究和宗族 在成州 做诗诗 所以这首诗是一场 很大的活动 少木公把诸侯 把他那些兄弟们 周家王室那些 相关人员 召集到成州 干嘛 一次大的宴会 因为成州离天下近 是天下中心 所以各地的兄弟们来 做这首诗 其中就说 堂帝之华 恶不唯唯 烦情之人 莫如兄弟 第四章还说 兄弟西一强 外遇起舞 兄弟西一强 外遇起舞 我们现在是个成语 就是说兄弟们 虽然内斗 但是只要外患来了 大家可以 共同对敌 这属于大义 但是原 它的原诗的意思 实际上 现代学者有不同看法 有人说兄弟西一强 就是兄弟们 一块在墙里面斗 干嘛 斗外敌 就是以强为屏障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但是都不外乎 就是兄弟们团结 然后第四章 如是做兄弟 虽有小份 不费遗亲 就是兄弟们有矛盾 不要忘掉了这个亲戚关系 我们是遗亲 遗亲就是好亲戚 这是左传 所以这首诗就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周初 一种说法是西周晚期 杨树达先生 姬为居 这是他的一个书房的号 金文说 有六年雕生鬼 这是根据一个西周晚期的器物 做的拔文说 周公朱管菜 而少公乃言 凡金之人 莫如兄弟 岂非则骂周公公 此于情于利 不可通者也 也就是说这首诗 不可能是早期的作品 为什么 周公刚把管菜 亲兄弟 那都是文王十子 说文王娶了太四 一共生了十大儿子 其中管书 菜书 货书 周公 周五王 这亲兄弟 刚把他们杀掉 少公就说 凡金之人 莫如兄弟 这话 这不是骂人的吗 这个原情度理 我觉得是合适的 另外 从诗歌发展史的脉络来说 也不会是早期作品 所以这是关于这首诗的年代 因为有这样的纠结 我们现在有了金文的材料以后 我们更确信这是一首西州晚期的诗 好 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以后 我们再来看这个诗 唐帝 这个唐 他这读唐 海唐的唐 不要读唐帝 唐帝 实际上就是 传统的解释就是海唐 海唐花 按照古人的说法 海唐花有一个特点 就是开花的时候 一个花拖 拖着好多花朵 所以海唐又叫兄弟花 这个唐玄宗修楼 修花厄楼 专门宴请兄弟们 唐玄宗应该是有感于武则天 摘黄瓜 没有黄瓜瓷 摘兄弟 帝摘兄弟把礼解那些割地 都摘得差不多了以后 他上了台以后 兄弟们强调团结 别互相残害 所以有花厄楼 源自实际 所以海唐兄弟花 郭不若写聂正 赐这个韩相 当时韩的这个丞相 是一个刺客行为 写这个剧本 起名字叫什么 唐帝之花 之花 唐帝之花 兄弟花 实际上他是兄妹 哥哥死了以后 妹妹去收拾 兄弟花 这都是典故 我们来看这个诗 唐帝之花 实际上就是唐帝之花 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也读唐帝花 唐帝花 如果稳妥就读花就行 那个诗经里面没花这个字 有花这个词 恶补为伪 传统的解释恶补是一个名词 就指那个花 团 但是这个当代学者 于醒吴先生 在泽罗居诗经心正里边 就说 他就说 何不啊 就是何不 就是如何的 多么的 唯唯 就是光滑灿烂的样子 就是唐帝花灿烂一片 这个解释 我觉得比那个花团好 花团光亮 这什么意思 凡金之人 莫如兄弟 说死丧之危 死丧之危 就是死 就是那种可怕的事情 危那都危 兄弟恐怀 真要有了一定死亡以后 兄弟们真正手足相连 就该互相放不下了 元息坡以 兄弟求以 元息下虚之地 坡就是坟墓 把盖上了 兄弟求以 说你看 兄弟们的情感 真要没事没事 一旦有了急难以后 有了死亡以后 是兄弟们放不下 所以周代提倡兄弟情 周代特别强调兄弟情 叫剃嘛 叫孝友 孝友知道这个 有就指兄弟情 而且这个朱丰翰先生 在他的这个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里边 有一个观点 我倒觉得是对的 他说 有这个词一开始 是讲亲兄弟 讲亲兄弟的 后来发展成朋友 实际上在这首诗里边 已经变成朋友了 他说 死丧之危 兄弟恐怀 元息坡以 兄弟求以 吉林 吉林就是一种鸟 群飞的鸟 摇摇摆摆吉林 大家知道读《红楼梦》里边 有一个吉林 吉林香串吗 北京王 给贾宝玉的 贾宝玉给了待遇以后 什么臭男人待遇 他给扔掉了 这里边 似乎暗示着贾宝玉 跟北京王那种关系 吉林 是一种鸟 吉林在园 说这个吉林鸟 在园上飞 是一群一群的飞 就像兄弟们永远在一起 没有梁鹏 旷野永探 真正的梁鹏到关键时候是只能常探 起不到作用 兄弟西强外遇其武 这个武实际上就是这个 就是指外敌 强敌 没有梁鹏 争也无荣 争吟跟这个都是语注词 没用的意思 就表示注后边这个无用 就是注词我们就知道了 说桑乱既平既安且宁 虽有兄弟不如有生 真正桑乱过去了以后 你看了吗 大家安宁了 就是有兄弟了 也不如朋友了 反而朋友亲切 接着下边回到燕影 宾尔编斗 宾就是排列 烟酒之欲 大家好好在一起吃饭 兄弟既聚和乐且如柔和 如就是柔和 七字号和如骨琴瑟 兄弟既稀和乐且丹 深厚的意思 浓厚的意思 丹 说妻子这个子啊 不是指这个老婆 是妻和子 家里边小家庭容易和 跟老婆孩子容易和 如骨琴瑟 但是真正的兄弟们稀团结了 这才是真正的和乐的 注意这儿 提出了小家庭问题和兄弟问题 这实际上就是小家和大族 家族之间的关系 宗族或者叫 这里边有问题 有文章 我们要讲这个诗 注意在这儿 咱们中国社会 宾方七月里显示 西州早期 耕种一块土地 绝对不是一家一五的小家庭来办 男女组成一个家庭 生个孩子 再养一个半个的老人 这叫核心小家庭 这就是今天我们熟悉的 这种家庭 实际上是春秋战国开始流行的 为什么 有一种工具投入到了生产 铁器 铁器进入到生产以后 注意我们的工具改变了 能力强了 一加一五可以经营三十亩地了 三十亩地 古代周代称一百亩 实际上就是今天三十三点多亩 中国这个农耕社会 好长时间是一个男人带着女人 带着自己的半大孩子 大孩子耕种三十亩地 养一头牛 这就是小康之家 温饱之家 注意这种现象 现在学术界都承认 是从春秋开始的 但是春秋离这个西州 我们这个师哥的年代就太近了 百年不到的时间 它的万事有个起源 有的时候学术的定论 都是说最稳妥的部分 实际上这个诗 现在我们说到这句诗的时候 我们分析 核心小家庭开始出现了 在人们的观念意识中 对兄弟 兄弟各自有老婆 各自有孩子 这种大宗族家族的这种观念 开始淡薄了 社会开始转型 开始实际上开始裂开了 这是我们需要读这首诗 必须有的一个敏感 为什么呢 这怎么涉及到一些学术 有不定论 比如说铁器使用 因为我们在今天的考古学当中 我们看到 中国境内开始出现铁器 是新疆开始的 早就有 在商周之际就有 考古有发现 人工铸铁 周木王 去西边游历 他干嘛去了 是不是寻找新能源去了 这个 可以考虑 另外在上书与共里边讲 四川供铁 那会儿还想起 是个珍贵的 还需要供的 而与共这个篇章 现在清通去出土的文章 出土的文字里边 宁文里边 有四个大字 比如说随山刊木 注意这个词就出现在西州中期的器物 正好出现在跟与共相关的文献里边 所以与共这篇文献 我个人讲 它是个西州中期的文献 开始出现供铁了 这种东西一旦铺开以后 我们现在考古发现 西州晚期 那个剑上 半是玉器的 剑身是铁的 人工铸铁 因为它的残留物 这个锈可以分析 是人工铸铁 西州晚期的剑 它得往前推一推铸成吧 埋到坟里边去 所以 这个 我们可以看到 铁器逐渐的使用 核心小家庭 慢慢实行 大族的观念 宗法制的这种观念 开始遭遇了严重的什么 严重的挑战 于是 艳影活动 少物工召集天下的宗族 到东都来开会 唱这首诗 实际上 想用这种艳影 共同分享的一种传统 来挽救现实 这就是这首诗的沉重 所以这首诗你看了吗 拿这个兄弟和朋友相比 拿这个平时和有灾难相比 反复就强调 凡金之人 莫如兄弟 凡金之人 莫如兄弟 这是一种旧败 有点像旧王打引号 社会在变化 但是还用传统的力量 想修补过去 这是最早的一种运动 思想开始变化 所以诗 不单是文学 诗 还是思想史材料 关键是你得去结合历史 去细读它 重新审视它 不要整天停着在毛传 政见诸悉 清代人解释 因为新的材料 告诉你新的历史感受 不用这些材料去解释经典 经典就降化在那儿 前人已经做了他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今天的实情研究 应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而不是拿着传统的观点约束着我们 这就是我们看到这首诗 在西周后期出现了这样的诗 那么诗经里边还有一些作品 讲这个诗 炎酒败德 像病之出炎 那首诗就很有意思 大家可以下去看 我们简单的说 那首诗就写 没事的时候没喝酒 人五人六的 一喝了酒 七牛八歪的 就提出了酒德问题 因为在周代文献里面 大家看上书酒告 酒告里面就谈到了 周人 周人认为殷商是因为酒德败坏 王的国 但是他们现在冲到覆辙了 于是这首诗作呢 又是想在拯救酒德 这都是后期现象 所以整个的厌隐师 从他一开始到这个社会结束 这个厌隐师始终是 在不断地强调周人遵循着 我们是贵族社会 我们如果分享利益 我们要引导大家向前走 要有德行的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不断地强调这个 不断地强调这个 它实际上是一个核心性原则 我在过去写的诗经文化精神里边 我就说 愿意和好 与周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之间的关系 如果大家有时间去 可以去看一看 它是诗经里边的核心的一些内容 那么好了 我们今天的课就讲这么多 下面就是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 好 中文字幕——YK